主料,南瓜泥100克,主料,发酵粉,面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南瓜蒸熟,去皮,用料理机打成揉,加入发酵粉,搅拌至融化,慢慢加入面粉,搅拌成絮状,分揉成面团,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,发酵至两倍大,取出面团,按板打面粉,反复揉, 揉着昏长光滑,将面团分成小半面剂,取四,五个小面剂,改成圆形,一次落在一起,从最上面的那个开始卷起,最后一个钥匙粉太多,就抹点水,粘起来,放置信发的水后开,影响美观,自中间切开,整形,将其放到温暖的地方进行信发,天热的时候半小时左右即可,蒸过内放水, 碧子刷油,或者将油脂剪成小块,将码头码入锅内,大火烧出热气,蒸二十分钟关火,关火后,不要急着开盖子,慢五分钟,不然发酵状太不稳定,容易回它,烹饪技巧 一,南瓜蒸树去皮,最好再用料理机打成绒,否则中间的筋膜还是会有大的流传,影响美观,二,南瓜刚蒸熟太热的时候,别操作,将酵母君烫死了,就发不起来了 三,拳的时候,要从最上面的那一个开始拳起 四,中间可以先加小条,做玫瑰花的花心,就像上面的彩色玫瑰一样 五,如果面饼上的面粉太多,最后整形时可以抹少许的精水在边上,沾的老骨,不至于醒发的时候开裂 六,关火之后,别急着开盖子,再焖五分钟哦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